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日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俊 今天我們繼續受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早上天氣都是涼涼的 到早上7時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是16度 而新界就再低兩三度 這股季後風都比較乾燥 所以在衛星雲圖上我們見到 華南地區的雲量相對都比較少 天色不錯 今早早日出之後 在天文台的天氣照片上 已經見到一個藍藍的天空 我們預測今天的天氣將會是天晴乾燥 早上天氣仍然清涼 不過日間的最高氣溫 預計會上回到21度左右 風就會吹黃緩至清淨的偏東風 提醒大家 黃色火漿危險警告仍然生效 如果大家有計劃去郊外行山的話 記得要小心火腫 我們預計這股季後風會在這一兩日逐漸的緩和 在地圖上廣東地區變成一些黃黃綠綠的顏色 代表著日間天氣會是溫暖的 不過我們也預計去到星期二的稍後 會有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抵達華南沿岸 地圖上這些藍色的區域將會埋近我們 天氣都會稍微涼一點 所以我們展望香港方面 在未來的幾天天氣都是不錯的 將會是大致天晴 而星期一二日間就會是溫暖 去到今個星期的中期 天氣就會稍微涼一點 今早早的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 再見